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有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消息啊 美国三请中国会不会三让呢 关于啊这个美国在鸿海之上遭受了野蒙呼赛武装的打击 美国也在与野蒙呼赛武装作战 这个时候美国人希望中国帮忙 为什么跟大家讲这就是一个三请三让 因为大家把这个新闻看清楚 也就知道未来了 对美国的杯酒士兵权他也会到来呀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聊一下新闻呢 最近啊这个海外的这些媒体啊 华尔街日报啊英国的金融时报啊等等等等 这些媒体都报道了 美国的各级的官员都在对着中国喊话 中国你管一下野蒙的呼赛武装吧 中国你管一下伊朗吧 尤其是到了啊白宫的这个国安顾问啊 老约翰科比啊 在开他的这个新闻记者发布会的时候啊 对着中国说的这个话更加的有意思啊 请求中国帮忙 这个态度已经展示了出来 那未来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呢 咱们先看新闻啊 先看一看美国人是如何对于中国讲话的 为什么他有跟三请三让相关呢 啊首先啊跟大家聊一聊啊 这个华尔街啊这个时报 援引美国官员的啊 这个话报道称啊 这个沙利文啊 可能啊要跟王毅开始会面了 会面之后呢要讨论啊 这个野门的呼赛武装的问题 美国啊希望北京能够对他这个伊朗 德黑兰啊施加影响 从而阻止啊这个呼赛武的呼赛武装 首先啊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啊 这个沙利文啊跟王毅见面 这一次会面啊 向中国会提啊 约束一下伊朗管一下野门 对不对 这个新闻还好啊 咱们看一看啊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啊 金融时报啊 称啊然后过去三个月的时间之内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啊 让沙利文以及助手啊 这个乔恩芬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美方的官员多次 重点来了啊 这关键词哦 多次促请促请啊 中方敦促野门呼赛武装减少对洪海商船的袭击 希望中方向伊朗转达美方的警告啊 让其遏制呼赛武装的袭击 促请 大家发现这个词非常的有意思了吗 请求中国啊 然后管束一下野门的呼赛武装 然后呢啊 最有意思的啊 也就是最新鲜出炉的啊 这个白宫的官员顾问啊 老约翰科尔比啊 称中国对于德黑兰有影响力啊 也就对于伊朗有影响力啊 他们在伊朗有影响力 他们有这个能力与伊朗的领导人进行对话 最后一句是重点 重点又来了啊 虽然说他没有说促请 没有说请求类似这种话 老约翰科尔比称啊 我们不行 我们美国做不到 重点来喽 对不对 美国人现在这种表态 为什么有意思啊 就是说美国人在彰显自己的无能 为什么美国向全世界啊 表态我们美国做不到 中国做得到呢 因为美国在面对野门呼赛武装的打击 美国没招没折了 要不然之前跟大家讲过 美国要派陆军海军陆战队啊 上战场去打野门呼赛武装 要不然就被野门呼赛武装一直在这拖着 在这耗着 美国人是一丁连办法都没有 所以说走到现在 美国想要脱离开这片战场 或者说有一个良好的抽身 他必须要求中国的一个帮忙 包含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这个五角大楼 美国国防部的啊 这个新闻发言人被美国的记者 反复的在那提问啊 美国在跟野门呼赛武装干嘛 人家啊 发言人就死活不说 我们在打仗 对我们在防守 我们在防御啊 对我们不能称之为打仗 打仗这个词 对不对 这个词啊 坚决的不能提出来 我在防御 我们美国在防御 明明大家都看到 全世界都看到了 你美国派飞机 派用导弹啊 去炸这个野门呼赛武装泥 而且三番四次还说啊 我炸了 我炸了这个设施 炸了那个设施 但是记者一问 你在打仗吗 不提 为什么不提 因为美国如果提了 我们在跟野门打仗的话 他就得打出一个结果 对不对 他就得打出一个结论 要不然你 你你你只靠着啊 这个飞机和导弹去炸 你炸不出一个结果 你必然要派陆军 你必然要派海军陆战队 去平退了野门呼赛武装 的地面的设施 把一些野门呼赛武装的 领导人给他抓起来 战争才能叫结束 美国为什么不提战争 因为他不想要 花大量的钱和资源 去跟游击队打仗 打游击队没好结果 美国在阿富汗经历过呀 所以说呢 美国现在两难没辙 没办法花大量的钱和资源 然后被野门呼赛武装消耗 然后这个时候只能 三请来了吧 请中国啊 请中国啊 对不对 这个啊 这个啊 恳请中国 你约束一下野门 约束一下伊朗 对不对 这个时候 美国还得利用啊 老约翰科比 向全世界展示吗 我们美国做不到 中国做得到 得彰显自己的无能 从而让中国能够帮他管理一下 野门呼赛武装 三请三让 中国会接受吗 讲到这的时候很多东西可能会说啊 干嘛呀 接受什么呀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中美博弈 消耗美国的这个实力 那就是对的 对不对 然后美国人提 你提的 你提到天上去 我都不同意 对不对 反正消耗你美国 我中国在他们鼓掌加油 哎 怎样怎样 对不对 哎 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跟我中国无关 嘿嘿 你美国 好死你啊 这种想法对不对 某种角度来说是对的 但是我跟各位想 比如说啊 刚才跟大家说了 华尔街日报啊 报道出来 然后的话这个山里文要与王毅见面 可能会谈这件事情 中国为什么接他的招 为什么王毅会去跟美国人见 原因很简单 三请三让 讲得更清楚一点 王袍的加深 陈桥的兵变呀 对不对 大家得知道 对不对 这个赵匡应可是高手啊 然后很多同学一说啊 赵匡应啊 虚伪 你想要当皇帝 不说 非得啊 号到啊 这个手下的将领 给他黄包加深啊 才当皇帝 错咯 那这不是 这不是虚伪 这只是需要安全 没人是毛头啊 毛头小伙子 冒冒然冒冒失的 我带着大家啊 去把这个后州给他干了 咱们当皇帝啊 怎么怎么样 你这样的话 你就变被动了 现在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主动啊 就像美国 对不对 你得求我 你得把话给我说足了 说好听了 而且还有一点 你希望我管住伊朗 管住也门 你拿什么利益来换呢 对不对 你有什么好东西来换呢 对不对 没有好东西 我凭什么给你弄 给你这样去弄啊 要不然你就得跟陈桥 陈桥当地的这些将领一样 对不对 你得给我黄袍加深呢 你不给我黄袍加深 我凭什么带着你们去造反呢 因为我要当你们的头领 我得承担这个这个责任呢 对不对 造反这个事 那造成了是皇帝 造不成了全家倒霉啊 对不对 那凭什么啊 然后的话 这个责任只能我一个人担着 大家一起来担 对不对 这样做 可以有效的管控手下的这个将领啊 回顾一下赵光业啊 赵光业在陈桥兵变当时啊 黄袍加深的时候 对着手下将领说过的话 说的是 是你们弹图荣华富贵啊 对不对 不是我非着带着大家要造反的 是你们弹图荣华富贵 然后的话啊 对啊 以后呢 你们得听我的呀 赵光业为什么这样去说呀 因为他手下的将领 也是各方的势力啊 赵光业 对不对 是啊 节度使出身 但是他手下的将领 也有一些 对不对 包含赵光业的拜把子兄弟 也有节度使啊 一大堆的这种人啊 然后都都是各方的势力 各啊 各地的大家士族 组成的这种 算是啊 组成的这种阵营吧 然后的话 有那么一支的力量 然后的话 大家都是啊 都是世家大族 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啊 这样的一方的人物啊 你想要团结这些人 非常的一个难 对 这个时候赵光业说了 你们想要给我黄袍加身是吧 行没问题 是你们贪图荣华富贵啊 责任是你们的 你们的 你们贪图荣华富贵 是你们 你们要想让我啊 承担这个 这个沉重啊 让我承担这个责任 那行 对不对 你听我话呀 军权一下全拿住了 各方的势力 全都得听我赵光业的 因为你们对我承诺过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 凭什么我满足你们 我带着你们去造反 这就是赵光业玩的 很多东西一说 就是虚伪 这一盯着都不虚伪 又得要你嘴上 说的那个话 如果说你违反了 你说的那个话 大家得知道 刚才跟大家讲了 跟着赵光业的这些将领 那都是各方的势力啊 有一个人敢不听话的话 他就成为各方的一个 共同的一个敌人 这也就是法理 这也就是道理 对不对 然后呢 谁啊 违反了当时的承诺 大家啊 捧着赵光业当皇帝 然后赵光业说了 你们他奴中和阿富贵 你们都得听我的话 假如有人不听话了 因为他有头有脸嘛 也是一方的势力嘛 假如他不听话了 他就成为了众师之地 因为这个承诺 是大家一起达成的 我们要听赵光业的话 必须从嘴里说出来 现在对美国就是如此啊 我中国做得到 我们美国做不到 在西亚地区谁是老大 对不对 在西亚地区谁是老大 美国是不行了 但是得听着 从美国人自己嘴里说出来 西亚地区中国说话 说话管用啊 可能通常也可能会说 伊朗也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也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中国对他有影响力吗 这个世界啊 是一个中美博弈的一个大环境啊 之前跟大家讲过一些啊 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啊 比如说伊朗的 这个高超音速导弹 他怎么那么长得那么像 这个东风时期啊 而且伊朗这个国家 我相信各位也了解啊 没钱 人在西亚 这个国家是啊 这个身子啊 是在西亚 但是西亚地区啊 那些有钱的国家 跟伊朗的关系不好 对不对 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 那些国家有钱 伊朗这个国家被制裁 制裁的啊 这个真的是穷的啊 叮叮当当的 但是的话 那么穷的一个国家 怎么就有高超音速导弹了呢 对不对 美国都没有啊 美国没这玩意儿 前一段时间 美国还试验 美国自己的这个高超音速导弹 美国自己的媒体还报道说啊 没成功 没成功啊 对不对 那伊朗怎么就成功了 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 伊朗哪来的技术啊 对不对 想要造高超音速导弹 我跟大家提个醒 你必须得有什么 你必须得有风洞啊 你得吹出来 你这个导弹的这个样貌啊 这个形体啊 吹出来 吹出来一个结论 你才能让他达到高超音速的一个能力啊 伊朗有这个风洞吗 大家去看一看风洞的数据 全世界啊 这个风洞最大的 最好的风洞的数量 中国第一名 美国跟中国比都是零头啊 这就是中美实力的差距啊 所以说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伊朗的那个 那个法塔赫二也行吧 然后的话 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 然后怎么长得那么像东风时期呢 怪不怪啊 再跟大家提个醒啊 然后的话 中国对于西亚地区的这个影响力啊 然后的话 大家想想之前啊 这个俄乌冲突的时候 发生了那么一个奇怪的新闻 那这个新闻发生之前啊 无论是日本媒体啊 还是欧洲媒体 还有美国人 都反复的讲过一句话 你中国啊 不要再支持啊 这个俄罗斯这个武器了 你千万不能支持俄罗斯的武器 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德国呀 法国呀 访问中国的时候都提过啊 中国承诺了啊 不支持啊 这个这个俄罗斯武器 对不对 中国绝对不会支持俄罗斯武器的 然后的话 总而言之 这句话一落着了啊 那美国西方这些国家 就会指责中国 中国你你不能啊 不能够给这个俄罗斯武器啊 结果有一个新闻出现 法新社哟 法新社哟 法国的官方官方的媒体 报道了一个新闻说啊 还有照片啊 曾经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照片呢啊 拍的跟那个间谍照似的 那个四个角 全都是黑的 就跟那个二战的时候啊 就那个时候的间谍 二战时候的间谍啊 然后的话 那个小相机 间谍相机 咔哒咔哒啊 拍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照片一样 这个照片什么照片啊 是一个合同的照片 中国的一家卫星的企业 与 与俄罗斯的瓦格纳签的一个协议 中国的这家卫星的公司 给这个瓦格纳提供卫星的情报 信息 对不对 提供啊 这些信息的资源 这样的一个合同 结果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没人吭声了 西方美国没人吭声了 没人提了 没人提中国啊 这个军事援助这个俄罗斯了 没人提了 把嘴闭上了 为什么没人提 再提 那中国就敞开了供了 对不对 你有证据啊 是真的 对这个合同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中国就是给俄罗斯提供这些东西了 你奈我何 要不然打一仗 再说呢 大家瞬间把嘴闭上了 中国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力 大家还看不清楚吗 很多同学以为俄罗斯啊 靠着自己就跟啊 这个就跟俄 乌克兰打成这个样子 大家觉得有可能吗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俄罗斯刚开始 战场上那个表现 极其的恶劣 F这个这个苏35被击落 而且当时这是个大西闻呢 被什么击落 被坚扛的小导弹击落了 对不对 F这个苏35啊 再差再差 他也是35啊 对不对 他比27和30 他要强吗 对不对 苏35为什么被坚扛的导弹打下来 没有高精度的炸弹 只有那种低精度的炸弹 只能低空飞行去炸目标 这就是当时啊 苏 当时俄罗斯的苏35的一个非常困窘的一种状态 俄罗斯刚开始战场表现不好 就是这个原因 对不对 后来怎么就 俄罗斯就怎么就扛住了乌克兰拿着美式武器 欧洲武器的进攻呢 俄罗斯怎么扛下来的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俄罗斯战场上最近啊 一些视频出现啊 一些无人的运输车 对不对 各种各样无人的运输车都出来了 无人运输车 我跟各位讲 那可比无人机的技术含量要高 大家想一想 刚才跟大家讲的 之前俄罗斯连高精度的炸弹都造不出来 怎么忽然之间 连无人装备他也上来了 无人运输车这种玩意儿 他也来了呢 俄罗斯背后是谁 这就是中国的影响力在结合西啊 对不对 然后伊朗 那个高潮因素导弹 包含伊朗前一段时间下水的驱无界 你看看那个雷达 那个样子比那个美国的阿里伯克级还要漂亮 负面阵的这个雷达 这个雷达技术从何而来呀 就冲着伊朗穷的叮叮当当的 他能够有这些技术 所以说中国的影响力就在这摆着 那讲到这的时候 很多东西可能会说 那这些国家跟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让他们好美国 好美国不是目的 大家一定得知道好美国不是目的 中国要的是什么 中国要的是中美博弈 中国在上 中国的规则能够行事 对不对 中国规则比你美国的规则要强 之前跟大家讲过 中国规则跟美国规则的区别 美国就是基于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也就基于美式规则的国际秩序 就像美国一直以来用国内法制裁别的国家 就像美国从来不经过联合国的授权 想打谁就打谁 都在美国的军事基地 在西亚的没有一个有联合国的授权 全是美国人想要在那设军事基地 就在那设军事基地 美国是高于联合国的 中国呢 中国是啊 基于国际法的国际秩序 这是中美博弈的根源 如果美国向中国低头了 那以后你给我说什么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我中国的规则才能成事啊 中国要的是什么 要得你美国低头 对不对 要你美国起码起码 服从于国际法这个规则之下 大家得知道 服从于国际法这个东西啊 中国那个法律的基础可阻漏 无论是台湾问题 开路宣言波斯党公告 对不对 包含大家所熟悉的啊 还有这个中日的问题 中日问题 那就跟波斯党公告直接相关了啊 包含跟东南亚的问题 包含越南菲律宾 这都有国际法的支撑啊 菲律宾唯一一个突破的 就是国际仲裁庭啊 国际法的仲裁庭 那个仲裁庭 之前跟大家讲过 仲裁必须要双方接受仲裁 才能仲裁 这个法庭它不是判决 它是仲裁 我不同意你仲裁 你哪来的仲裁啊 菲律宾只突破了这一点 但是从70年代啊 包含啊 菲律宾脱离开美国的控制 达成了协议 南海那些岛 属于中国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当时化界的一个问题 包含越南50年代 跟中国这边谈过 越南的化界的问题 南海那 南海那些岛 到底归属于谁 一清二楚 只要讲法律 所以说中国在法律 国际法这些问题上 准备的十足 所以说中国只要拉回国际法这 而且呢 中国跟亚非拉 大部分的国家那个关系 大家也都知道 到底是怎样 对不对 只要投票我也不担心 所以说呢 中美博弈博弈的是什么 博弈的是规则 你美国要低头了 这片地区 你美国的影响力就得下降 你下降 而且呢 我还上升 而且你美国还在三请三让 你厉害 我美国不行 只要这话于出 对不对 那这个啊 美式的规则啊 基于美式规则的国际秩序 这个东西 你就给我放弃吧 你别给我提 对不对 因为什么呢 你不成事啊 这是什么 这叫三请三绕 陈桥兵变 黄袍加深 想让我带着你啊 这个 这个贪图荣华富贵之趣啊 然后呢 你就得接受我的这个命令 接受我的指挥 你不听话 那你自己爱死哪儿死哪儿去 对不对 你别想过什么 又不承担责任 然后的话 又想让我带着你去造反 凭什么呀 这就是中国玩的 为什么中国现在这样对待美国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最开始跟大家讲 这个趋势往后去发展 会变成什么样 你就从赵匡胤的角度上来说 你都能够看得到啊 最开始跟大家讲了 杯酒士兵权呢 虽然说啊 就是中美的博弈 走到现在 还没有像当年的陈桥兵变 就那么的明显 大家求着赵匡胤啊 当皇帝吧 当皇帝 当皇帝吧 赵匡胤 不行 我不当 没有三请三让到这种程度 但是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然后啊 再给大家多讲一点吧 美国跟中国的博弈 还在进行当中 但是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 博弈下去之后 就得把美国博弈到福 西亚这儿是如此 南海这儿是如此 台湾这儿是如此 日韩也是如此 台湾现在也在博弈 美国心里当然不服气嘛 美国人当然希望中国能够帮他去解决问题 然后的话 美国现在也面对中国啊 面对这个世界说了 我美国做不到 中国做得到 有点认怂低头的一个意思 但是美国呢 在台湾这儿 比如说啊 这两天的新闻 美国的军舰又穿越台湾海峡了 对不对 又在这儿乌乌扎扎 解放军又在台湾周边啊 搞军事演习了 为什么 很多同学可能担心是打仗了 不是 主要的目的还是在红海发生的一个问题 发生的这些事情啊 美国的意思很清楚 你中国帮帮忙 我好听的话给你讲了 但是的话 你要不帮忙的话 我能恶心死你 我就在台湾海峡这儿恶心你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嘛 美国没有做成事的一个能力 但是他毁掉一件事情的能力 他还是存在的 在台湾海峡这儿搞点事情 对不对 挑个心啊 然后呢 让你们打起来 美国多多少少 这个能力他还存在 这就是美国现在玩的 这就是中美博弈的一个点 但是能够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什么 那就美国的不服气啊 美国还在不服气 那就那就得继续博弈啊 你现在啊 三井三上 希望我中国帮忙 必须拿好东西 你现在嘴上说啊 你美国做不到 我中国做得到 对不对 那你这个东西可能还不足够 也许你美国得当着全世界的妙啊 向全世界展示一下 中国最厉害 我美国服了 中国在西亚地区都有影响力 我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 我走 要不然你说这个话 对不对 要不然 你就拿出实质的利益 虚的利益就是承诺 用嘴来表达中国是老大 对不对 中国是大哥 你得把大哥这俩再给我喊出来 就像啊 就像陈娇兵变 赵匡运对待手下的将领一样 你得你得承诺 你得听我的话 对不对 你要不说出来 哇 这个事不做 这是这是虚的 但是这个虚的 这个口头 这个东西 它也是个承诺 这是地位的承诺 对不对 如果说啊 美国说完这个话 中国是大哥 但是又在西亚地区 跟中国顶着来的话 那美国就会变成什么 失信之国 对不对 然后呢 世界其他的国家 对于美国来说 那就会担心 担心什么呢 就像之前跟大家讲过的 西楚的霸王项羽嘛 哪怕是项羽 利拔山西 弃盖世 但是项羽做的 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想弄谁就弄谁 想杀谁就杀谁 韩王城 楚怀王 都是这种结果 可是你项羽硬 厉害 没问题 你想杀谁就杀谁 你还不给理由 对不对 你没有任何的承诺呀 你承诺 你韩王城封王了 这你自己找到 找到的楚怀王 你到最后还把 弄成了这个楚异地 对不对 你都啊 把他捧起来了 结果你把他杀了 你这叫什么 喜怒无常 之前跟大家讲过 可能当时项羽 封的那十八路的诸侯王 然后呢 这个实力可能 面对项羽不成事 但是大家害怕你 害怕你 你喜怒无常 对不对 你没有标准 你没有规则 你想弄谁就弄谁 你那个承诺 说扔就扔 那大家只好选择谁呢 选择刘邦 哪怕他们是项羽 封出来的王 因为刘邦讲 做事讲规则呀 你项羽是不讲规则的呀 这就是美国 那你要不然就给虚的 要不然你就给实的 实的是什么 哈哈哈哈 实的台湾 南海 对不对 这些东西就是实的 然后的话 你美国从这滚出去啊 这就是中美会谈什么 三请三让他开始了 同学们 美国 我美国做不到 中国最厉害 未来就是大哥 你要给我喊出来 对不对 中国这个时候 还得说上一句 是你美国贪图荣华富贵啊 对不对 是你美国贪图荣华富贵 你得听我的话呀 你要不听我的话 好自得为之啊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哎 那未来会如何发展 刚才跟大家讲了吗 杯酒士兵权 为什么呢 大家团结在一起啊 这个造了个反 成了个功 大宋王朝建立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 赵黄印把手下的将领找过来了 然后的话 哎呀 我担心我睡不好 我不快乐 对不对 真打 这话不是虚的 赵黄印说的话 简单来说就是 我睡不好 最近啊 我不快乐 我不开心 不开心 哎呀 不开心 手下将领 手下一堆节度使啊 就问赵黄印啊 为什么不开心呢 赵黄印说了啊 然后的话啊 这个哎 还是自己当节度使的时候快乐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不是什么都不用担心啊 走到现在啊 担心什么呢 担心 对不对 皇帝那么好 谁谁都想做呀 那对不对 我这位子不稳呢 这因为 真的是当皇帝比较不错 结果手下的这帮节度使 哎呀 不行不行啊 这个这个这个 皇上 您说怎么办 您说怎么办 对不对 给给 给条活路啊 对不对 我我们没有像您说的这么想过 没想过 没想过 没想过造反 没想过当皇帝 没想过 真没想过 张黄印说的什么 说的是啊 那行 给大家一条活路啊 那就是啊 大家呀 然后呢 哎 我给大家发点钱啊 发点金银的财宝 各位多买房子 多买地 对不对 这个整点啊 舞女歌技 在家开开心心 有什么不好 把这些财产 留给后世的子嗣 才是大好事啊 对不对 然后第二次 杯酒士兵权 大家的节度使 那个 那个就啊 免了吧 对不对 为什么 赵黄印要这么做 因为 这个刚才最开始 跟大家讲了吗 手下的这些将领 啊 有些将领 比如说像石首信吧 石首信 也是当过节度使的呀 赵黄印 本来出身 也是节度使啊 大家是平等的 而且石首信啊 还有王审 王审齐啊 这些人 都是啊 赵黄印的败靶子啊 都是兄弟 大家都是兄弟啊 然后大家啊 差不多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既然出身差不多 既然曾经的地位 差不多 赵黄印能当皇帝 我们也能当 节度使手下既有兵 又有权 再说呢 真不好 真不好说 哪天会造反呢 赵黄印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很多同学肯定又得质疑 虚伪 对不对 你直接拿他兵权就拿呀 非得绕这么一大圈 没办法 就是 就是得绕那么一大圈 对不对 要确保安全 安全 到最后 这个结果是什么 那就是把你的兵权拿过来呀 别 别再玩 节度使了 买点房子 买点地 找点歌 歌女啊 找点这个义技啊 对不对 你开开心心啊 在家里边 开心啊 开心啊 开心一辈子 多好的一件事啊 对不对 直接断了你造反的一个念想 赵匡印这一招 非常的一个高啊 对不对 三请三让 陈桥兵变 黄袍加身 再到杯酒 士兵权 大宋王朝 没有遭遇啊 重大的这种啊 班政歌剧的这种情况出现 原因就在赵匡印身上啊 不过呢 这当然有越 也有弱点吧 以后有机会 跟大家聊中国的这些制度啊 赵匡印玩的这些东西也有弱点 但是总而言之 对于老赵家 对于大宋王朝来说的话 没有受到什么反正歌剧的 这样的一个直接影响 对于这个王朝的稳定来说是好事啊 然后未来对美国同样也是如此啊 你三请三让 你指望着我帮你解决问题 你得拿出好东西 对不对 你不拿东西 我肯定不会解决 拿出好东西 美国的影响力就往下去降 无论是啊 喊中国大哥 还是啊 把什么台湾呢 什么南海呀 日本韩国呀 这种控制权交出来 然后的话 这些实质的利益拿出来 不管哪一样 对于美国的这个状态都不好 对于美国的地位不好 美国想要维持自己的霸权 这种状态维持不住 对不对 对于美国来说极差的一件事情 那这只是刚开始 最开始跟大家讲了 三请三让刚开始 未来还有别的问题 别的问题 你美国需要我中国的话 那继续的拿利益 为什么别的问题 也能够让美国拿利益呢 刚才跟大家讲了嘛 想想刚才跟大家说的俄乌战争 对不对 俄罗斯 最开始F35被击落 对然后来现在啊 这个无人运输车啊 俄罗斯都用上了 对不对 然后西亚的这个伊朗 哪来的这个 这个巡洋舰的 这个四面镇的这个雷达呢 这个伊朗哪来的 这个高潮音速导弹呢 哎 这个东西啊 大家自己去想 总而言之 美国要不然就把好东西拿出来 要不然咱们就顶着来了 继续在西亚这边 在红海这边耗你了 你美国自己选 但是只要拿出来这些利益 你美国有求 有中国的话 你就会越来越弱 你相较我越来越弱的话 咱们虽然说都是国与国平等 咱们俩都是大国 世界的超级大国 世界头两号强权 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不对 虽然说啊 咱们都当过节度使 但是我是大哥了 对我是大哥了 未来我也担心呢 我也担心啊 你美国 你美国啊 可能有些东西啊 你做不好 对不对 然后当大哥不好当啊 未来美国 你还得把你的好东西拿出来 杯酒是你的兵权 我才会安心 为什么我能这样做 因为赵匡胤 置于手下的这些节度使 赵匡胤是皇帝 而且赵匡胤 当时实力足够强 因为从从实力 单纯从实力的角度上来说 是强于手下的节度使的 更何况 法力上他还是皇帝 美国要不然你给我法力 当大哥 要不然你让我实力 更加远超于你美国 你美国选吧 对不对 等到那个时候 无论是法力还是实力 都掌握在中国手里的时候 美国你等着交 交别的东西 杯酒是你的兵权 美国对不对 好好的回你的北美 买点房子 买点地 找点啊 这个歌女异地 开开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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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啊 这就是美国的未来 对不对 美国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遭遇的啊 现在的这个对手中国 那可不是当年的苏联 也不是后来的日本 也不是之前的欧洲人 欧盟 对不对 现在是中国 有的美国玩啊 三井三上开始了 咱们看一看 咱们等待着啊 王毅与沙利文的啊 这场会谈 美国人能拿出什么东西啊 好吧 今天这一期啊 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